Hello,大家好,我是小鱼啊,我现在回到了我们黑龙江省牡丹江市随风和市啊 然后呢,我今天呢,就是上夜市来转一圈 嗯,我又看到了卖山野菜的啊 所以说我今天呢,这个视频的主要目的呢,就是想带大家了解一下 就是在我们当地这个山野菜啊,到底卖多钱 然后是个什么价位,都有什么品种啊,咱们一会去看看 这是自己做豆腐的,有卖豆腐的啊,是干啥的都有 这是一心一事口着来,然后这边就有一个大爷在这儿卖这个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个是黄瓜香是吧 猴腿,这怎么跟黄瓜香长一样呢 啊,这多钱啊,六块钱,这个是山芹菜,这个多钱一斤 六块啊,这是什么东西啊,猫爪,这咋吃啊 这个怎么吃啊,抢拌,啊,得用热水抄抄完抢拌 这个,这个是啥呀,刺老牙 胡老牙,胡老牙,胡老牙,胡老牙是啥呀 跟刺老牙一样吗,不一样 你吃的苦的就是苦老牙 啊,苦老牙,啊 现在咋这么便宜了,原来我们去老贵了吗 五里贵,五里贵,啊,你这自己上山采的老爷子 哎呀,真厉害,谢谢啊,我知道了,这多钱 这还有卖鱼的,这啥鱼,嘎牙子 嘎牙子,啊,嘎牙子都吃过了嘛,啊 都吃过,跟我说了,我的鱼是俄罗斯的 俄罗斯的,老毛子回来的,哎呦,再多钱一斤这些鱼都,二十 二十,老毛子鱼嘎嘎香 我知道,老毛鱼嘎嘎香 然后这个寺里面啊,这一圈都是卖吃的,卖熟食的 哇,这这地方都空出来了,卖馒头的,卖炸串的 哎呀,我都老想吃了,我现在减肥,我又不吃了 谢谢,这上面就是卖那个啥的了,卖蔬菜水果啥的了啊 到了啊,这面全都是卖山野菜的了,看着没 全是卖山野菜的了,这刺虎加叶是吧,这咋卖的 012,多买10块,啊,那这刺老牙呢 1625,啊,这个是苦老牙,过苦老牙咋卖的 7块,啊,这个是黄瓜香吗,黄瓜香咋卖的 6块,现在咋这么便宜了,多了就便宜了是吧 刚下来的时候贵是吧,刚下来的时候多钱一件 刚下来的时候是15,啊,18,15啊,山葱 哎呦,这柳浩芽,哎,我认识这些,柳浩芽怎么卖的 5块,啊,全是这,看看,看看,这面也全是,今年这个山野菜还是挺多的啊,都差不多有个价钱 国外的刺老牙全都吃不了了,这还新鲜着呢,多钱一斤这个,30,啊,这个嫩是吧,这个小的,小的30,大的呢,25,啊,这下面就不是了,上面卖的一些当地小菜什么的,嗯,全是这一趟,全是卖山野菜的 外面呢,还有一堆啊,这回有卖,开始卖这些什么,草莓秧,柿子秧,啊,卖这些秧苗的什么的,在自家园吧,种的,看这头,啊,这就是整个夜市,的这些 转有一圈出来了啊,我是买了一堆那个啥,买了一堆水果啊,没买山野菜,因为我不会做,如果说我会做饭,我肯定买啊 现在呢,就问了一圈,你们看着了,山野菜的价格不是特别高,因为现在已经大批量下来了,大批量下来之后就会降价,但是刚开始的时候确实是贵啊 就是我记得很清楚,什么像婆婆丁啊,之类的,山上那些东西,刚下的时候都得20,25,都得这样,然后到最便宜,现在这个山野菜就是最便宜的阶段 就是十块,八块,七块,大概都是这个样子的啊,你看,现在像像些老人啥的,山山自己踩一点,就你看小摊那么一点点,他们也那什么也来卖,反正就那么点玩意儿,也能卖个百八的 反正就是这样,就按七块,八块一斤,然后你看像刺老牙啥的,还是比较贵的啊,那嫩的,小的,还都是二三十块钱一斤,二十多块钱,然后大一点的,会卖的便宜一点 那还有一些山野菜,我都不认识,它什么苦老牙乱七八糟呢,我真没见过,我是真不认识啊,我以为是黄瓜香呢,也不是黄瓜香 哎,反正就是,现在这个价格,就是普遍一点的山野菜,就是七八块钱,然后就不普遍的山野菜,像刺老牙什么那些,比较那个什么的 还都是二十多块钱一斤,大概就是这样,对于山野菜现在这个价格,你们觉得怎么样呢 反正我是觉得很正常的价格都是,因为从小在我印象里,山野菜都是很贵很贵的 就现在这个价格,我都觉得已经很便宜很便宜了,刚下的时候都是二三十块钱,现在都是 普遍十块八块的,然后快没有了,就是,就这几天吧,卖完这几天之后就没有了 你们觉得怎么样,还觉得我们这山野菜贵吗,其实也不贵了 谢谢大家